只见小鹿双眼发红 随后两手张开 变得异常狂躁 紧接着 一招十字冲击波 射向加拉特龙 看着恶狠狠的干架姿势 是准备来个你死我活了 那这期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以至于让杰德黑化暴走呢 就在数小时前 加拉特龙从天而降破坏地球 市民纷纷逃窜 小鹿一行人被加拉特龙释放的炮火 击倒在地 此时 爱流召唤出神圣 古库尔西洒 就这样 两只怪兽扭打在一起 从战况来看 古库尔西洒根本不敌加拉特龙 一顿操作下来 总是被碾压 可见 加拉特龙实力可不是盖的 小鹿和红凯剑局势不妙 在进行一番华丽变身后 开始迎战加拉特龙 杰德一个不小心被撂倒在地 这时 欧布释放斯派利敖光线 给加拉特龙来了一个重击 紧接着 变身暗要欧布形态 杰德站一看 咦 欧长得一样 这怕是我大哥吧 欧布拍了拍杰德 随后带领杰德开始围攻加拉特龙 却不想被推翻在地 随后 两人释放赛特休姆光线 本想给加拉特龙来个大爆炸 却被他用屏障轻松躲过 看来奥特曼想赢此战可悬了 另一边 塞罗带领宇宙警备队来到地球上方 就在屏障将要关闭时 塞罗钻了进去 此时 杰德变身刚然形态 欧布则变成了电机形态 两人一上去 就对加拉特龙展开进攻 欧布奋力抓住加拉特龙的斧头 杰德则不断进行输出 就在双方拉开距离之后 加拉特龙一个大招 击退奥特曼 最后 还将斧头扔向杰德 这时 我们的帅少登场了 他一把挡在欧布面前 用帕拉吉之盾 将斧头给反弹回去 紧接着 塞罗冲上去打头阵 杰德和欧布则在后面负责输出 一顿猛操作过后 三人同时解锁新形态 随后再上方围攻加拉特龙 塞罗想用加尔奈特巴斯塔光线终结它 却被其反弹在地 见状况不妙 三人联手 才重创加拉特龙 杰德剑街上的人类正在消失 于是变身杰德尊宏形态 火急火燎 就想冲上去解决加拉特龙 却不料被加拉特龙发射的导弹命中 随后消失在伊斯园 不得不说 杰德还真是出生牛犊 不怕虎呀 塞罗见杰德陷入危机 于是冲上去拖住加拉特龙 欧布则借用力量 变成三重形态 双手一挥 将伊斯园劈开了一个裂缝 将杰德救出来了 这时 塞罗被加拉特龙的斧头重创 顿时打回了普通形态 眼看就要顶不住了 杰德就像一个愣头青一般 急冲冲地跑上去 与加拉特龙刚 可加拉特龙才不是好惹的呢 顷刻间 他便朝杰德发射光线 塞罗和欧布见杰德就要遇难了 连忙跑过去 替杰德挡下这一招 就这样 三人被炮火打得遍体鳞伤 双双被打倒在地 此时 杰德彻底愤怒了 看着神情是要黑化的节奏哦 紧接着 他的眼睛开始变红 周围弥散着血红的光芒 杰德抡起双手 就是一招十字冲击波招呼上 就这样 杰德冲向了加拉特龙 在他的强力输出下 加拉特龙终于领了盒饭 被炸成粉末 而杰德也因体力不支 变回了人间体 然而 你以为战斗就此结束了吗 其实不然 接下来 杰德将会碰上他的终极对手 吉尔巴利斯 那时他又该如何应战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